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意投入民进党主席选举 谢长廷火速澄清 脱口说支持蔡英文 我支持蔡主席 连任主席 好吧 谢谢 那这样你今天主要吧 属相被拿来做文章 照片被合成那美人的形象 忙一九萧万长金虎聪 遭台湾网友恶搞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闽中吉祥林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在晚间我们带您共同来关注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在陈聪明遭到台监察机构弹劾 请辞台检察部门负责人获准之后 忙一九办公室发言人王玉琦今天宣布 忙一九决定提名现任台法务部门政务次长黄世明 来出任检察部门负责人一职 忙一九将在2月1号台立法机构新会期开始的时候 提出提名咨询 马办发言人王玉琦在宣布提名人选时强调 法务部门政务次长黄世明 除了有充分的检察事务方面的经验 不畏权势公正办案 也在法务行政上有相当完整的资历 与民代互动非常有效 因此脱颖而出获得提名 黄世明资历完整曾经担任过检察长以及检察司副司长 甚至还因为茶几电丸遭到黑道的恐吓 正因为办案认真公正不阿 外界给他司法铁汉的称号 谈到家人 说起家人的纪念文章 黄世明与代哽咽 因为工作的关系无法陪伴他们 对于即将面临的新挑战 也已经获得了家人的支持 他说他会全力以赴 好下面马上带您来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 张先生您好 能不能来为我们分析一下马英九 为什么会提名黄世明出任台检察部门负责人呢 黄世明先生蒙马英九办公室 提名为检察总长 事实上这个是众望所归的事情 因为在两年半前 陈聪明尚未担任检察总长 以前台湾的司改协会跟检察官协会 他们推举的四个人选 第一个就排名第一的是黄世明 第二个是谢文定 第三个现在是代理检察总长曾永夫 第四个是陈聪明 那当年这个排名第一为阿扁所不喜 所以被删掉 那事实上就我所知 在侦办扁案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王清风 还有无论是马英九 他们都非常倚重黄世明 那因为黄世明他本身是检察官系统出来的 那他在台湾向来是有酷吏 著称他对部署 对他的子女都很严厉 那这一次 马英九办公室提名他担任检察总长 那只是将问题又回到的原点 因为毕竟他是司改会跟检察官协会 还有检改会 他们名列第一的检察总长的人选 他们既然共同推举了 黄世明应该在立法院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好的 那么如果黄世明最终走马上任 他将要面临哪些挑战呢 无意来黄世明他所面对的问题就扁案来说 第一个海外秘藏 海外秘藏包含了美国日本 还有其他国家到底有没有 第二个 二次军改是不是只办到这个地方 然后第三个阿扁的贪污金额 所以从这扁案发展的一连串过程来看 这是黄世明必须面对的考验 那最重要的319枪击案 黄世明能不能办得下去 因为这一些类似于这一些扁案跟319 是难言关切的议题 那国民党的政务官 他们的特别费案 黄世明能够办到什么程度 我想这个对黄世明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他的站子不见得比陈中明清 好的谢谢张先生 24号民进党举行了临时拳戴会 台湾年底五都选举的提名方式和提名时程 是两大争议焦点 不少资深党员强烈要求的党员投票的提名方式 被民进党中央否定 至于陈局和杨秋星激烈争执的提名时间 民进党中央也终于有所定调了 民党临全会小党员缠电话线自虐搏板面 挑战当家的蔡英文 走过惨淡谷底 她早知道这一仗 哪里有地雷 有人说现在民党会已经得开 民党会为什么不能从家中央会 第一位是我们向全民感谢 决心的机会 不是去感谢 开幕致辞就强势定调 焦点马上集中陈局杨秋星 两个人为三月还是五月提名吵不停 座位明明尽在旁边互动缺项远在天边 最后决议还是最晚五月底线尽可能提早 这次过招陈局跳脚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充分的理解 但是党中央这个并不是最后的定论 五月底来全决定 我想这个没有太大争议 但是有一些人有意见 担心说失劣 但是我一直想要说这个只要大家 这个公民竞争 那禁止之争 提名时辰争议百平 甚至连五都议员都采全民调 党员派兵败如山倒 民进党这时候只剩一种主流声音 五都的选举 是2012的前哨战 五都选的不漂亮 2012就没希望 在野的民进党积极重新执政 营造团结更有方向感 代价是党内也少不了批评软性独裁的声音 在民进党内争议许久的五都选举的提名方式和时间能够最终定案 这和党主席蔡英文在林权会上的强势主导很有关系 台湾媒体分析到现在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作风是越来越硬朗 令人耳目一新 而回顾了蔡英文任民进党主席以来的经历 这种变化似乎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据台湾媒体报道 24号民进党林权会 蔡英文一改过去主持全代会力求和谐的姿态强势主导 蔡英文在至此开头就省略所有问候直接切入主题 要党内同志理性沟通 只是一进入党章修正案讨论事项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庆林就向蔡英文开炮 批评党增设一名副秘书长 是因目前的副秘书长不是某派系 党中央要增设自己派系的人 这是扩权行为 蔡英文严正回击 提案中并没有提及派系 随后黄庆林在批评区党部运作时间变动时 提到应该由副主席下去辅选 蔡英文反将一军 党章没有副主席 你要不要提案 在蔡英文强势主持下 24号上午不到一小时 增设党副秘书长等三项修正案 照案通过 下午只管市长提名办法重头戏 黄庆林等人意见不断 坚持表决 眼看黄庆林心意已决 要逐案反对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下令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后蔡英文连问三次 有没有反对 台下中常委陈胜红紧紧搂住黄庆林 副秘书长高建志在一旁监军 无法再举手反对的黄庆林 一脸铁青 提名时程是民进党内最大的争议 主张五月的高雄县长杨秋星 和倾向三月的高雄市长陈菊引发角力 眼见战火延烧 蔡英文说 方案经中职会多次讨论 希望提名有必要的弹性 她请求赵原案通过 并允诺五个指管市提名人选 会在尽可能范围内提早出现 在小英牌和团结牌的发威下 陈菊不得不退让 蔡英文一向给人温文尔雅低调的印象 这次强硬表现令人耳目一新 同时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其实早在台东 桃源以及台中的三席民代补选 民进党全数拿下后第二天 蔡英文到云林跑行程 开着哥哥送的跑车 驾至二百六十万新台币 四轮驱动 首度在镜头前曝光 让人见识到蔡英文性格豪迈张扬的一面 现在的蔡英文从手中握满党内烂杖开始 随着修养升息策略 债一笔一笔还 连续两次民代补选及三合一选战 就想投资获利 她的政治资产代价而沽 台湾媒体评论说 现阶段的小英已成大英 她退可选五个执管室 尽可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搭档 甚至直接参选 这个政治局势变化之剧烈 恐怕不是党内四大天王 与陈水扁当初所能预料 在民进党的林权会上台前 行政机构负责人谢长廷 也是焦点之一 因为有消息说 谢长廷子弟兵正在全台积极的布局 触角深入五都选战 而谢长廷自己也要投入 五月的民进党主席选举 不过面对媒体的追问 谢长廷否认得很干脆 直接说我挺蔡英文 不过会议开始前 媒体镜头却拍到 蔡英文特别对谢长廷比出大拇指 谢长廷却是一脸无奈 这代表什么呢 而谢长廷过去的竞选搭档苏贞昌 又是怎么看呢 苏贞昌没有正面回应 而民进党内其他人 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另外还有消息说 谢系子弟兵动作频频 包括台新闻部门前负责人姚文志 接下来要到台北选民代 高雄市议员赵天林等 也要转站民代 云林县副县长李应元 可能角逐下届不分区民代 甚至连新北市和大高雄的市长选举 谢谢人马也都规划好了支持对象 谢长廷是不是要再战江湖了呢 而他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动作呢 外界高度关注 好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台湾媒体人撞文提醒 支持者正在离开 这让马英九很警惕 赶忙上门 倾听支持者建言 一定要来记录一下 我妈妈去 两只熬的 两只熬的 跑得慢 跑得快 已经有了 属相被拿来做文章 照片被合成那美人的形象 马英九肖万长金普聪 遭台湾网友恶搞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据台湾媒体报道 马英九今天晚间将启程访问中美洲宏都拉斯与多米尼加 并且打算利用过境美国的机会积极争取重启台美贸易 即投资架架协定的谈判 据报道台美经贸关系因为美国牛肉进口风波受到了伤害 那么这次为了化解危机 马英九将积极争取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 重启台美贸易即投资架架协定的谈判 也不排除他要亲自致电美国的四位国会议员来化解阻力 那么在岛内 马英九近日也是有一些特别的动作 台湾媒体人王上志 日前在博客中撰文描述自己的妈妈原本是一个超级马英九迷 但是现在对马英九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并以一句支持者正在起身离开 点出了马英九当前处境非常的艰难 这让马英九很警惕 在24号飞往花莲上门拜访王妈妈 让这些曾经的马迷们来为他提提意见 24号一大早赶往花莲 特别拜访媒体人王上志和他的妈妈 马英九礼数周到送上纪念表 闲话家常博感情 也没忘了勤作笔记听见言 会这么重视马英九自爆 是因为自己大大受到刺激 马英九口中的文章就是王上志博客上这篇 我妈说对马英九没感觉了 文章中描述 王妈妈从典型的超级大马迷突然变成马棱杆的转折过程 王上志以一句支持者正在起身离开 直接点出马英九的民意危机 而王妈妈变成马棱杆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重要是那个一些案件 一些案件我觉得拖太久了 只想说一句话就是 陈松明终于下台了 我还蛮高兴的 另外马英九造访前一天 马半就先释出造访原因 让平面媒体抢先大篇幅报道 马半甚至连王妈妈的好姐妹 要送马英九夫人周美清一把青菜 当伴手礼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台湾媒体说这场造访 事前似乎经过特别安排 马英九想拥抱深蓝民众 重回基本盘 怎么营造氛围 王上志的妈妈成了马英九的切入点 正在全球热映的电影阿凡达 除了在各地频频创下票房记录之外 也是掀起了一股阿凡达热 现在就有动作迅速的台湾网友 拿马英九和金普聪开涮了 把他们两个人的照片 合成了电影中的那美人的形象 而马英九和小万长因为是属相相同 现在也被网友一起拿来恶搞 电影阿凡达发烧 影片中的虚构角色 外星人那美人模样怪异 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连马英九跟金普聪都沾上边 有网友拿马金两人的照片合成 要看变成那美人的两人会是什么模样 这一张就是马英九的那美人版 大眼睛 高挺鼻梁 还有棱线清楚的下巴 整体而言五官非常立体 而这一张则是金普聪的合成照 浓眉 大鼻 还有这撮招牌小胡子 脸部特征没一个放过 跟本尊还真有几分相似 网友创意不止这样 同样属虎的马英九和肖万长 原本说要俘虎生风 但凡马网友刚好改编 两只傲虎 马英九的耳朵和肖万长的嘴巴 都被遮了起来 讽刺一味不听确 一味太消沉 网友挖苦恶搞 连生效都能做文章 台湾媒体说 恶搞政治人物是岛内司空见惯的事 不用太当真 好各位 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 今日链接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天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24号海协会与海基会同时宣布 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首次业务协商 将于26号在北京正式启动 那么这一事件在今天引起了 台湾多家平面媒体的高度关注 台湾中国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 ECFA的首次谈判 由两会的副董事长 腾吉亲子严君 展现了两岸对ECFA的重视 而台湾望报的文章则认为 两岸商铅ECFA有利于促进 两岸经济共同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共同扶持 最大限度的实现优势互补 最大可能的追求互利双赢 台湾工商时报 今天一篇文章则观察到 阻碍两岸经贸互动的因素 文章指出 两岸产业松绑原本列为 马英九团队上任之后 优先松绑的项目 可是在民进党的猛烈攻击下 马当局两岸经贸开放的幅度 却逐渐保守 接下来马团队要积极为 2012年的选举布局 未来的两岸政策 恐怕还会有更多的政治考虑 以致瞻前顾后 马当局的两岸经贸决策 走走停停 恐怕对马英九的形象 伤害更大不得不慎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 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台北动物园熊猫馆开幕周年 台大医院送上断层扫描仪庆贺 绿营台北市议员前来呛虾 高雄一家庭三喜宁门 三兄弟同时结婚办喜宴 前为亲友排队给红包 详细内容稍后为您送上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24号是台北动物园熊猫馆 开幕一周年 更是大熊猫团团和圆圆 与台湾民众见面 见满一年的日子 台北动物园特地举行了 庆祝仪式 台大医院送上鹤礼 是一台断层扫描仪 不过庆祝的现场 也有绿营台北市议员前来呛虾 台北市政府花重金力捧的 团团圆圆 他的实际的一个参观人数 只有达到市政府 原本预估的54% 调整团团圆圆来台周年日子 喝倒彩 要揭开动物园不敢面对真相 就是猫熊票房根本失灵 有数据为凭 魏雄来台第一年参观人数536万 之后国王契额更上一层楼636万 但猫熊只有365万人 但经费没有纯正比 痛批不符比例 但随机民意调查 这场看哪个动物 猫熊 猫子 猫熊 猫熊 总计团团圆圆 拿下三票 有名义当后盾 动员反驳 就算是不景气 整体票房还逆势上扬 从一亿上下增加到一亿三千多万 猫熊肉之 不为批馆 猫熊馆照样大肆庆祝 台大医院还送上 造价破千万的断层扫描仪 以往得把动物送到医院去检查 现在有了这一台不必舍尽求约 以免错过就医时机 有很多动物 它是比较大型的 那比如说狮子老虎 所以我们就比较不方便 就是送到园外去做一些医疗的诊断 只要能争取资源益助 看来对动物园来说 有能聚焦的动物明星又何妨 好再带您来看两条喜庆的消息 高雄有一个家庭一天内三喜临门 家里的三兄弟同时结婚办喜宴 在盛大的婚礼现场 上千位亲朋好友到场祝贺 就是因为人数太多了 送上贺喜的红包 宾客们都要排着对来 而婚宴主桌更是动用了能做20个人的大桌 场面好不热闹 三兄弟各自牵着另一半 在台上笑得好甜蜜 兄弟同时结婚 可是军人出身的吴家老爸 吓得军令 我爸觉得说他的朋友很多 就很喜欢邀请起来热闹一下 为了迎合老爸出的点子 可是累了要办大事的三兄弟 因为要找到能办到 洗开80桌婚宴的饭店不容易 协调很久 然后终于弄出了三条红塔出来 然后说我们可以三兄弟一起走红塔进场 看看来到喜的亲友 串流不息 场面不输豪门婚宴 近千名的宾客 就连收红包也要守秩序 乖乖排队 好像那个收礼金的时候还有排队 对 对啊 因为我们原本想说 因为我们三兄弟嘛 然后我们想说是会三个礼金牌 没想到我爸的朋友 真的是各个有情有益 都从什么大陆的时候都跑回来 操纳主桌上 三队新人排排坐好 成了全场注目的焦点 而居然老爸一下令 餐宴准时开动 人生最重要的里程碑 办得这么盛大 真是让他们永生难忘 接下来的这场婚礼 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台中县有一对80后的新人 举行了一场寻古礼迎亲的婚礼 在仪式上 新郎官骑着白马 和同样穿着古装的亲朋好友们 一共是60个人 沿路放鞭炮吹索呐 允许住在一公里外的美娇娘 美人婆一声令下 新郎官坐上白马 八人扛起大花叫 出发迎亲 美人婆带着队伍 妖妖地绕过大街 转进小巷 路边民众看见着穿古装的新郎 觉得好新鲜 沿路不仅街坊邻居叫好 连东风绿色隧道内游客 都看得入迷 60人浩大队伍 到了新娘家 又是一阵电炮声 只是新郎官要带走新娘 少不了得过五官 斩六将 你要去新娘的五个理由 好不容易过了 这一阵电炮声 美婆穿的古装 一场迎娶仪式 就花掉三十万 不过新郎官说 美娇娘心中拥有 最美的回忆 五价 好了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 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在东南晚报之后 欢迎您继续关注 22点50分播出的 台湾故事会 我是韩哲 在明天晚上10点钟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